从全球疫情看回台湾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 冬秋节还能够去出游烤肉 不过不管国内防疫做得再好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置身于 全球疫情之外 那永远是不能大意的 那控制疫情的最终关键 就是这个疫苗 什么时候可以全面施打 那虽然卫福部长陈时中 表示在9月18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着COVAX签约了 但是这代表我们就可以安心了吗 那除了国外的疫苗之外 我们台湾自己研发的疫苗状况 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 中研院生医所的研究员 何美香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来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再来介绍其他的来宾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主笔 梅艳动眼 动眼神经 好 大家好 好 那这个是德国资深的总监 好了 大家好 出一张嘴的凯莉 今天没有声音 OK 好 那我知道疫苗就是给健康的人打的嘛 让健康的人有抵抗力这样子嘛 那所以我如果只要抢到这个疫苗 就金钟罩这个铁布山 不用怕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吗 这个要看 因为疫苗有两个效果 最好的 最理想的疫苗是 它可以保护你 让你不会得到重症 那也许还有轻微的感染 就不会有 连轻微的感染也不会有 这是最理想的疫苗 第二种推了求其次呢 也许就是让你不得到重症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就是你 是不是就可以拿下口罩 我们要 其实要看疫苗的效果啦 OK 而且可能你打了疫苗之后 它有一段的时间之后 你才可以 你才有具有抵抗力等等 所以 就是要等它生效 对 生效 那现在有可能某一些疫苗 它是需要两剂 两剂通常第二剂 就是在第三或第四个礼拜之后 那第二剂它的那个 反应就会比较快一点 可能第二剂 最快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就会打到抗体的最高峰 所以那就 大概就是要看 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 疫苗是一个扁的还是圆的 还是什么状况 那是要多少人打了疫苗之后 这个疫苗才能打到保护的作用 这个也是猜测的 意思就是说 假如一个人 我们叫R0 就是一个病毒 在都没有防范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可以感染给三个人的话 或者是两个人的话 那就是说 反正就是 三个 就是反正就是层层层层 就是要到最后是大概 百分之六 七十 对 百分之六 七十的人 如果都打了 那个就算是比较安全的状况 对 有这么高 有这么多人有免疫力之后 病毒的传播性就会一下降 它就很难继续传播 因为它再传下去就是一个 就像一个撞墙一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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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不过这个最大的前提 还是台湾要能够取得疫苗吗 刚才有说我们已经跟COVAX签约 不过全球有165个国家都跟COVAX签约 那其中有说3%会先提供给医疗人员 对不对 我先讲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用这么悲观 自己做的疫苗也是挺好的 我们的技术也没有差到那么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所以现在慢慢的开始落后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办法做领床试验 台湾基本上没有病例 基本上没有病例 或是病人比较少 根本它不给你有传播的 因为所谓第三期就是施打疫苗的人 跟没有施打疫苗的人 或是施打安危剂的人 他们之间施打安危剂的人 要有得到感染 然后施打疫苗的人要感染 至少是他的一半或以下 这样才有效吗 才有效 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传播的机会 我们一直防范社区感染 现在是一个都没有看不到 所以也没办法做临床测试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对于我们的疫苗 要怎么做临床试验就很困难 其实国际媒体报道 最爱讲说 现在哪个国家又领先了 谁会最先发展出这个疫苗 你不要理它是哪个国家 因为其实 不重要吗 因为很多国家它发不出来 对呀 像俄国的 我不敢不大敢打 对呀 中国的我也不敢打 对呀 这个真的 我觉得修处的也蛮重要的 你要这个敢打不敢打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比如说中国的疫苗 它有好几种嘛 它其中有一种 我就真的不敢打 那就是全病毒疫苗 就是把病毒养出来 然后把它不火化 OK 这个我就真的不敢打 OK 那但是他们还有一款 跟AstraZeneca 就是那个 牛津大学的那个医院 很类似很类似 那那个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来检验 它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给那个国际性的检验 那就可以知道 好 我想那个 动眼来帮我们 先科普一下 目前国内疫苗的发展状况 对 国内疫苗目前 总共有四家在做研发 然后进到 第一期人体试验的是 也是三家 分别是国光高端跟联亚 他们都是进入第一期 最乐观好像是国光疫苗 那目前是希望说 在明年下半年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会上市 那想问一下说 一般 半年 半年 所以是明年初 明年 我觉得科学家的资讯都好新 对 最乐观 对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国内研发的疫苗 现在目前到底到哪个阶段 然后我们的疫苗 照理刚刚讲说 到底好不好 因为我昨天才跟我们家人吃饭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什么 有德国的 英国的流感 他们在讲 那可是台湾呢 就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台湾做疫苗 这个我就 当然我要 就是Claim 我是国光的独立董事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个流感疫苗的好话 我先告诉你 我有一点 你要觉得我偏心 你自己去决定 OK 好 先第一揭露一下 我应该是不会 我应该是不会 但是 他的疫苗是真的不错 OK 好 所以国光的可以 流感疫苗可以 对 那没有问题 那个因为 这个我看着他做 那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 Covid-19的疫苗 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进入第一期 好不好 你看现在 为什么全世界有 即将200种疫苗 在被研发 开始至少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 因为一 不知道哪一个好 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 才会做这么多 第二个 即便你找到 假如最后只有一个好的 没有那么多厂 可以找这么多疫苗 所以就是各取 每个地方 以及它的资源 可以制造什么 因为你研发出来 是好的疫苗 你还能够制造的出来 让大家用 你要有制造的厂 所以就是从尾巴 要测回来 然后说我这样走这条路 OK 我万一成功的话 我就有产品 不然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国家 取他的 在他的有限的资源 或是现有的资源 情况之下 去做他的研发 对 好 那台湾的情况 那台湾的情况 它当然就是每个国家 每个厂 医他自己的资源 来做研发 那也是OK 那好不好 就要看 因为第一个 第一期的研究 第一期的临床测试 是告诉你 它安不安全 OK 虽然是告诉你 打了会不会 这个好的人都 不好了 就是 就是会不会 奇怪的症状 那这个症状 当然就是急性的 急性期打了之后 几天之内 那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发流去看 那这是安不安全 可是其实你同时也可以抽选 看他的反应如何 所以这个就可以给你一些端倪 他的情况如何 所以现在我们等那个资料 我们都不会说什么疫苗不好 或者好 因为 因为一定要看结果 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测试呢 证证 你这样也要等啊 你这样一直没有讲到好 就觉得可能不好啊 要等证 现在还在实验 那万一疫苗真的出来了 看起来也OK 也通过了测试了 检验了 那谁可以先打 有钱人可以先打吗 不会 在台湾是不会这样 台湾一定不会这样 不会啊 陈希中部长真的不可能 你就是 你在台湾活了这么久 这是一个社会 他应该说 他有一个分配顺序是什么样的 对 他有一个分配的顺序 其实这个 不用学者专家来讲 他们已经有一群专家 就是设立好了 就像2009年 他也设立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 2009年 我所设计 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光 所以我当然不能加入 他们的这种 公家单位的专家群 但是当时呢 我所定的跟他们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我说军人要打 因为军人那时候年轻人嘛 而且群聚嘛 那些专家没有想到 OK 今年有进去了 今年可能军机要台 因为那个军舰 比较敏感 他们需要 经济感染 但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 当然就是 一个群聚的族群 他有一个感染 很多人感染 这些人就跑出去 就给你感染很多 所以当然要先把这些人 包围起来 就像流感要打小朋友一样 小朋友就是每一年的 流感的感染源 他们很快速感染 然后带回家给 爸爸妈妈 妈妈 对 所以这是科学的证据 跟军机绕台无关 OK 好了 那我想 我想是 目前应该是说 医护人员 然后机场防疫人员 对 就是第一线的人 第一线人 有道理啦 当然是 那我现在问题是说 好了 我们现在打施打了以后 这疫苗也 我们讲的有效好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我可 我就表示我们大家终于可以出国旅行了吗 能不能恢复正常是这样子 那是看 现在我们好的很啊 可是我们也出不了国 对 就是看全世界的状态 可是说实在 我很担心一点 就是说 我们因为在国际社会里面 比较吃亏嘛 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是在COVAX 这个是里面这样子 可是我每一次都很怕 就是说 会不会到一天 就是 我们抢不到 COVAX的重点 不是抢的问题 COVAX是没有优先顺序 COVAX它的重点就是 equitable 然后就是一定要很公平 然后很及时 这个是在4月的时候 UN联合国的一个决议就是这么说 然后WHO也adopt 所以这个精神是存在的 精神是存在的 但是大国角力 有没有在这里面有可能 大国角力 有角色呢 因为比如说美国跟中国 就不在COVAX里面 那是因为他们国家大 它是长很多 他先化出了一块 他们病例也多了 他那些化出了一块 可以做实验 不管怎么样 但是其他的就是大家都一样 然后会一批一批放 那就是3% 是这样子 全世界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OK 我们其实精神在那边 然后在这个精神底下 再去执行 所以Gavy当然 Gavy一直都有 Gavy就是现在帮忙做 帮忙做 就是执行COVAX计划的主导之一 他就是一直有在帮忙 就是说购买疫苗 把协助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还有研发疫苗什么等等 你这样越讲 其实我越忧虑 不用忧虑 不是 我是说因为你讲精神这个东西 我们WTO也很多精神 UN也很多精神 但是现在我实在这个 功效都非常不张 大家不用这么紧张 这么紧张对你的健康不好 我也觉得 太紧张了 我拥虑太多了 接着刚刚范姐讲的 假设我们国内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也都打了疫苗 就算国外还有一些案例 或是他们可能疫苗还没有那么普及 但是我们可以出 我们出国的话是安全的吗 是这样子 疫苗施打疫苗的人 有没有具保护性 还是要看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他都会按照你预测的 他产生很好的疫苗反应 免疫反应 也许只有百分之几而已 也许保护性只有百分之几而已 就看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是要维持你的健康状态 你们没有仔细听川普医生说 我们给了cocktail 那就是抗体的cocktail 就是这个 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 然后里面他说 那包括维他命C 维他命B 所以这个是什么 那个当然都是高脊量 在你这个时候 因为这一些 所有的维他命 除了K以外 都可以调节你的免疫反应 所以你去看看 我们全国营养调查 我们这些营养素的缺乏比例有多高 下一下你们真的很高 所以意思是说 平常你就要吃得健康一点 运动 性情好一点 不要去担心那些 没有 了解了 我知道了 那个博士讲完之后 大家对疫苗 可能稍微放心一点 可是在于很多防疫措施上面 大家还是会担心 尤其现在进入秋季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病例是飙升 那甚至在防疫上面 都有很多 本来都解封 现在又要重新封锁 台湾的措施 在这样 当然大家看起来 中秋考量很开心嘛 但是足够吗 还有什么缺漏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一直预测说 春秋秋冬它会上升 那是在我们的经验 跟我们的了解 是在有历经严重社区感染的地方 那现在台湾 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社区感染 那是不是没有一些 全部都没有无症状感染的人 这个我当然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下一个赌注 不会发生 很多人都下这个赌注 不会发生 因为没有 我们没有历经很严重的 就是没有很多隐藏病毒 有病毒在一些人里面 可是就是万一有的话 万一有的话 它会在哪里 它会出现在你很多的 就是因为它开始就是 上呼吸道感染 那你就要去看 我们上呼吸道感染 每天有多少人 很多人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锁定在说 感染源会是从国外进来的 OK 所以我们还是锁定在 那万一感染源是从我们就是 国内出现的时候 那它会它就会 你可能会 看见它存在的时候 已经相当晚 因为你不会去注意到它 所以这个时候 那出现的时候 可能人数会满多的 那你就要有 你需要做了我们 我们的微服部还没有展示 就是它的检验能量跟速度 每一天可以检验多少人 我们其实最快的 就是最不好的场景 最不好的场景 就是它在这边发生 我们不知道 等到你注意到它的时候 它在很多地方 那你还是要隔离一下 你不能让它继续在那边 所以你还是要有检验的能力 快塞要出来 我们有那么多快塞 很多国家都展示了 我在想说台湾为什么都现在没有展示 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武器 都藏在仓库里面不给我们看到呢 因为它可能不需要 没有战争又不需要武器 所以它可能先战争再开始 可是你可以不要用 你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对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要演练 就像我们有万安演习的演练 歌曲要演练 你要知道说到时候 我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我人怎么放 我什么样子的人去哪里 然后我要怎么做检验 就是你知道演练一下 其实无法 疫情的演习 好 结束了 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 虽然台湾目前是控制疫情的模范 但是在这个疫苗问世之前 我们都还不能大意 那现阶段大家要好好保重 维持自己的健康非常重要的 那你对于这个疫苗的议题 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上网来告诉我们的想法 好 我们马上回来